各位大家好 這支是我公司剛創業以來的第一個產品 叫做febom 100 cbps 的免區截取卡 那時候剛出來的時候也是非常的 有意思啊 因為這一支的截取卡是 全世界第一支有3d dintless 跟3d confield在上面的 那加上他還是第一支的 免區截取卡 全世界第一支免區哦 那這一支就撐了撐到了現在 現在是2023年大概也賣了13年了 那直到最近啊這一支的那個 ic 啊 已經短缺了 所以啊我們就研發一款新版的 usb 3.0 febom 100 的截取卡 這一支的特性跟這一支的特性 基本上都是一模一樣 他有3d dintless 他也有3d dintless 他有3d confield他有3d confield 然後呢 他是2.0的嗎 他變成3.0的 其實3.0對於cbps來講 也是一個噱頭啦 cbps 解析度是720x480 其實這樣也足夠在2.0上面跑 只是說啊 我們把這個噱頭再提高一點 就是說 這個720x480 我們可以不用壓縮的YUV出來 然後呢還可以到60幀 他只有到30幀 他可以到60幀 所以有一些比較高速的這些 攝影機 那這一支可能就派的上用場了 那我們在開始在介紹這支產品之前 我們必須要跟大家解釋一下 什么叫做3d confield 跟3d dintless 那我會用一個 中國大陸很便宜的這個 免區截取卡來做一個 塞白塞的比較 我們先將這個新版的USB300 FABOM100AB端子的截取卡 連接到電腦 我們先打開AMCAP來看一下 AMCAP 然後抓他的視訊裝置是這一支 那我們來看一下他的解析度是有哪一些 他的解析度是 這個你看一下 這邊有他的YUV 還有Motion JPEG 那YUV的話 他有三種檔案最高到720x480 那Motion JPEG的話最低 是320x240跟720x480是最高的 好 然後他的幀率都是60幀 這樣子 好 我們抓這個來看 那我們再做個對照組來看一下 對照組我就用這個中國大陸的 便宜的這個AV端子截取卡 把插入進去 然後把他放在這邊 好 首先我們來看一下他的那個3D 空飛沃 好你看一下哦這邊 這次是我們的截取卡他這邊沒有 彩虹邊 但是你看中國大陸檢測這邊有彩虹邊 有沒有很明顯的看得出來 有做過3D空飛沃的處理之後就沒有這個彩虹邊了 好我們來看一下那個底印特類史 這底印特類史 要怎麼看呢 就是看他的那個有沒有鋸齒狀 這邊有沒有鋸齒狀這邊 好再看一次哦 可以比較下鋸齒狀 那我們家的這個鋸齒狀處理也是非常好的 好我們來實際撥一個影片 然後順便測試一下他的聲音 好我們來撥一個影片 現在的聲音的來源是來自於這個 我們的那個 Fabon100的截取卡 除此之外啊大家一定很關心說這一支 USB3.0的 Fabon100 AB端子免去截取他的視訊原子是怎麼樣 這個視訊原子啊是非常不好算的 他不像HDMI 就只要插一插就可以用 AB端子的視訊原子很難算 因為要考慮到很多的變因 不管怎樣我還是會把這一支 AB端子的截取卡的視訊原子 把它算出一個範圍之內 他不是一個標準的他是個範圍 因為不能再逼近的 因為在逼近的話我沒有專業的設備 我是我是測試不出來了 新版的USB3.0的AB端子截取卡 他的視訊原子是怎麼樣 我的想法很簡單就是 將來電腦的pattern 然後呢分別連接到這個電視 還有呢一路連接到這個電腦 然後呢我們算出 這個電腦會呈現一個畫面 來給你看一下 這邊會呈現一個畫面出來 哦這樣一個畫面 然後這個畫面呢 再去跟這個畫面的數字相減 不是又算出來了嗎 答案不能這麼簡單啊 為什麼 因為電視本身就有延遲啊 假如說電視是延遲個這個100ms 那我這邊的延遲是110ms 那我這樣一減不是就有10ms嗎 所以不能這樣算 我必須還要將這個電視的延遲給算出來 所以啊我先首先呢 要先算出電視的延遲 我們先把這個關掉 我們先將 這一個HDMI的訊號 連接一個一進二出的分配器 一路呢 HDMI連接到電視 我們先算出說真正的 碼表的數字跟這個 呈現電視的數字的差2 這個大概是 30ms 好我們先算出這個電視的ms是30ms 那我們再把另外一路的HDMI 哦這是HDMI的分配器哦 然後連接到這個HDMI轉AB的轉換器 再透過擷取卡進入這個 再有這個軟體打開來 那我要盡量用YUV哦 不要用那個Motion JPEG 所以呢這時候你算出這兩端的延遲 應該是100ms 擷取卡連接到筆電呈現的畫面跟 電視螢幕 比較出來的這個延遲 大概是100ms 但是這個100ms是沒有包含這一個電視的延遲 所以要把剛才那個30ms加上去就是 130 可是還有個問題哦 我們不是HDMI嗎 一進熱書分配出來 連接這個AB to HDMI嗎 那這個也有延遲啊 所以說 這個的100ms的延遲啊 感覺是有點多高估了 也就是說如果他是20的話 那可能就是130再扣掉20就是110 如果他是30的話就是130扣掉30 等100 好吧那我就假設他是0吧 我們剛才算出說這樣的差是100ms嘛 還有這一個 那個 電視延遲是30是130 所以啊 這支擷取卡的延遲是絕對不會超過130ms的 有可能是110有可能是120 所以我的高標就是130ms 大概是這樣算 我沒辦法算出一個正確的一個數值 再來啊我還會告訴大家說 這一支AB端子的視訊擷取卡 他的相容度怎麼樣 我會在這一個 安卓手機使用 這支是三星的S21的手機 他是有USB3.0的 動 所以理論上他應該可以跑到USB3.0模式 再來呢我還會在這個 樹莓派的使用 這一個embedded nines的系統上面 使用這一支 視訊裝置的擷取卡 另外呢我還會在這個蘋果電腦使用 再來啊我要連接這個iphone iphone比較特別iphone他是封閉性的一個系統 那iphone他是封閉性的一個系統 所以直接插入是不能用的 我會分成兩個地方來測試 第一個我是採用的是這個 USB攝影機轉lightning的轉換器 透過這個轉換器可以連接這一個 裝置到這個iphone上面 第二個我也使用這一個 USB攝影機 dunkestation的方式 他有一個iOS的這個輸出碼 然後再連接到這個iphone上面去 dunkestation的擷取卡 今天會做這一支USB3.0的免區 AV端子的擷取卡 真的是一個巧合啊 今天會做這一支USB3.0的免區 AV端子的擷取卡 這一支的IC短缺 有一次我打電話到這個IC廠商去 然後那個IC廠商的聯絡人是我的前同事 怎麼打都打不通 電話都打不通 我知道打他手機 他終於接通了 那他剛好在睡覺 我想說靠腰現在已經幾點還在睡覺 我想說完蛋了 就有不祥的預感 他就跟我講說啊 他們公司已經收了兩年 已經收了兩年 直到我最近要生產的時候還發現說 他停產了不能用 好吧不能用那我要開發新的產品 要把裡面的IC給取代掉 又要找到有3D底音特例子 又要找到3D控制的 又要是走USB3.0模式的 這個趨勢就要走3.0嘛 我不能再走2.0了啊 走2.0會被淘汰 所以啊 終於千呼歡歡就使出來就做出這一支 我們研發速度很快哦 不大一個月就做出來了 那 希望我們這一支的效果能夠取代掉原本這一支 USB2.0的這一支 他該有的我們都有了 什麼3D控制的3D底音特例子 然後呢我們的省電啊 還有他的 那個流暢度啊 還有在YUV motion JPAC還有什麼什麼呢想得到的 他都可以含這個家我都可以涵蓋他 而且他也有BOCMO OK BOCMO就同時插入多姿嘛 沒有問題的 BOCMO他也有 那我們希望說這支新版的USB3.0的 AV端子擷取卡能夠取代掉這一支2.0 這個是不得不的一個選擇 然後呢 就算了 感谢观看